你也真会沉时间 这是湖北什么时间 你们知道 是啊 但是湖北千活之神嘛 你看钓鱼资源那么丰富 钓鱼肯定能钓到 钓水库 好吧 因为一直以来 跟着师兄都是打比赛 碰在一起 哪怕两个比挨着 那么从来就没跟你钓过野钓 修宪钓这种 裤钓甚至 其实我这段时间 我跟你说 我真的要出去玩 现在我对这种 6米3 7米2 4米8米9米半的 我已经用得相当熟练了 是吗 对 你要是既然去野钓了 那肯定用长盆 对吧 OK了 那比赛呢 比赛我现在有一点点 小小的转变 也就是说 除了国字号的重要的比赛 大赛 我要参与 然后另外一个条件就是 500公里以外的比赛 尽可能的就不去 太远就近 对 考虑到一个是 劳累 对吧 一个人有时候不太方便 如果是大团队出去呢 可能还行 500公里以外呢 人也太疲劳了 所以就是 家门口这样比赛 我就能打得到 也是啊 一个特级大师 打比赛都已经打到 在级别上已经没有提升的必要性了 没有提升的空间了 所以这种积极性肯定是不一样的 休闲反而都要多玩 是吧 其实我真的说心里话 我还是比较像比赛那种氛围 真的是很羡慕的 我特别怀念咱们师兄弟在一起 我跟着你跟师父一块出去打大赛的时候 每天晚上聚在一起开会研究明天的雨怎么掉 那种第二天打完了回来 再继续在这房间里就讨论 今天谁钓的好用什么方法 那样子过来 其实我很怀念很怀疑 就是全身心的 几乎一个团队的人都把钓驴当成了最重要的事情 全身心的投入在里面 现在好像那种感觉已经越来越远 越来越淡了 所以其实现在比赛当然也越来越多了 以前的比赛赛事少 每一场我们都当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去做 那是真的是 查不吃饭不想的 就整天就想着这个钓鱼 这个耳料 这个小天家记这个钓 对 哪怕勾线没绑好了 说怎么样出去吃个夜宵啊 我不去不去了 我们勾还没绑 什么都可以放弃 就是唯独的一个出发点 就是为了打比赛 那个种感觉真的是很好 其实那个时候人很努力 进步空间也很大 然后对钓鱼的执着程度 就是现在比不了的 对 现在真是好像感觉到有点那种力不从心的感觉啊 有一点点 有时候就当参与吧 就那种态度上面的观念上面好像也是没有那么重视 除非是非常大的一赛 是吧 所以其实休闲更切一些 对啊 休闲掉 其实不太被时间说左右 对吧 这个事情让我想出去就出去玩一玩 想掉就掉累了就些 对 就是没有像比赛那种激烈 程度要低得多 但其实这次你带我去掉休闲 完了有大的比赛 你这也要叫他们 那 交路程不太远啊 好 所以我认识他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比赛 因为他的钓技各方面比较高超 所以呢 呃 从而成为了我们的师兄弟 所以呢 因此我从来没有我们一起 在这个自然水域里面 没有钓过鱼 师兄 嗯 就这个吗 这就是锁口潭水壶 锁口潭 对 用小岛一样的那种 我来这也看了 哈哈 钓鱼人的话一眼睛肯定要 对 要找这个 不知道水位怎么样 7米2吧 先上7米24 好吧 7米2 钢子虽然轻 但是长了也重了 是吧 但我 因为我们现在 确定的这个 水沉的话 嗯 这是很重要的 我把比较轻的这个 留给你 你掉8米1啊 对 不是 我7米1最好你掉8米1啊 对啊 嗯 我不会印象你放心吧 好像 我就带了最长的也就帮你 你就 你不会觉得吃灰了 放心 我 我师兄熟的 吃什么亏 哈哈 我觉得李成锋的位置 具有一定的优势 所以呢 如果我掉7米2的钢子呢 可能在整个的做掉过程中呢 可能会略差于李成锋那个掉点 所以我依然就选择了8.1米的钢子 我想用我的长钢来弥补我那地方的不足 哈哈 在不了解到底有多大的情况下 嗯 我就先 用4号 4号啊 4加3 嗯 合适 这线主标配也是这个钢子也是4加3 是吗 嗯 好 建议使用线主是3号纸线 3号纸线是吧 嗯 主线没有建议是吧 3号以内纸线 就相对就 哇 就安全值比较高 下雨喽 掉到底了吗 师兄 还没有我现在在调漂呢 我现在用的是1.5米长的纸线 打对折 两个钩之间的距离大概是40 这样呢 我们播放底下和底接的鱼 底部的 我们都可以找得到 4节干加上1米的紫线 65的长的浮漂 这已经到5米了 到底了 到底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水深还是挺合适的 我这边好像浅了 是吗 嗯 我这三节不到 三节不到 是啊 嗯 就这么点深 你7米2轻松一点的话 你就先打伏自己是 哎呀我来打大伏 我来打大伏 我来打大伏 我丢着 我掉个半水 试试看 底底1米5 这个8米1肯定也掉出去 他们7米2的这个距离了 他们可能 不会用这么长的杆 你要把漂和脚线长度算了 4米多 你那边还是深一点 那因为是可能我掉的远一点吧 我现在看着有餐条去追这个表面的这个 我也觉得刚才那个小动作是参调的 是吗 嗯 继续打窝 这不打窝 又不进来 都是小小鱼 我跟你说 先守一下 守下底 守一个小时底 没有人经常钓 所以呢我们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 把鱼诱到窝里来 那么我们在那位置钓呢 它应该属于一个相对来说 平时很少人钓的位置 即使位置选择非常好 但是呢想把鱼在短时间内诱到窝来 还是很困难 哎呀 没有口了 顶上来了 啊 顶上来了 幻觉不 换换换换 哎呀没办法跟你聊天 哎叫底有口啊 你要知道我这是该干什么 再给你们增加信息 顶飘那不是扁鱼就是炒鱼啊 还有可能是白条 就是 你后面的后面的回答估计很正确 因为一羊干两个玉米全没了 玉米是真没的 没有反应啊 调佛 我这么换个点试一下 我只想 我不积东西 我先找他去试一下水深 看看这个水底的 情况是不是有些变化 换一下位置 我要坚守 我这么多玉米打下去了 我不坚守我就可惜了 对 我觉得真正的滑尖就在这个地方 但是这个滑尖我不知道是找左边找右边 这尖可以看得到 别人很浅 先大概的找一下 就为了我 哎呀 给他两勺 拽两勺玉米下去 这个地方的水深好像跟我 之前那个调点的水深好像差不多 感觉到餐条特别的 特别的多 我能感觉杆子创的 咔咔咔咔咔 创的杆子创的很多 感觉到很多小餐条 那餐条太小了 就是撞杆子那种 那个力道都很小 但是 哎呀 就是 一直看不见口啊 花呆脸 水里为什么没有口 这种水深的情况下 不说炒鱼的话 鞭鱼应该没问题 没鞭鱼应该有翘嘴 这个做钓这个情况上 非常不理想 但是又考虑到 李成峰那么大老远来了 是不是 我们需要一个 找一个 起码有一个相对来说 调货能安 最起码要安抚到我们自己的那种地方吧 所以呢我觉得那个 这个依然决定了我们 放弃了那个调点 我们再不坚持了 所以需要找一个 另外一个 相对来说调货更好一点的位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